你 你怎么亲自来接我 我临时有个饭局 一会儿把它换上 什么瞬间 回来是不是在商量婚礼的事 那你也没必要拉个脸吧 你嫁给我 不就是要割断那些 不好的过往 我不过是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人 哪有不高兴的资格呢 但如果写上你的名字 还会有人看吗 除了是你赵明轩的附属品 没人会在意我是谁 是什么样的心情 发生了什么事 那又何必带我去饭局 下车 明轩 不想说第二遍 不想说第二遍 找我门戏 你回来看你爸妈了 谁想到今天雨水这么大 这外面下大雨 家里下小雨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不是拿厅礼 交了两室一厅的首付 又何必严苦情细 飞儿 叫我回来干吗 说吧 你跟他说 飞儿啊 你弟弟的房子呢 是装修好了 但是他位置特别地偏僻 你看你嫁出去以后吧 这家里家外的 总得有人照顾呀 那谁照顾 还是你弟弟啊 总归有辆车方便啊 疯了吧 你们也该适可而止了 混账 好了好了呀 你好好说动手干什么了 飞儿呀 你说这些东西 又没有给外人 给你自家兄弟呀 你以后嫁到佛家以后 你佩佳受气 是不是还是你弟弟 给你出气啊 这张卡里有三十万 从今天到婚礼结束 别让我再看见你 吃火锅和雪碧绝配 来 谢谢叔叔 不用 下一题了下一题了啊 互谱最高的建筑是 互谱中心大厦 对 这题我也会 再下一题啊 互谱最早的隧道是哪一条 最早的隧道 就就就是那个那个呢 我给你们搜一搜 互谱隧道 对 对对对对 这话到嘴边就说不出来 是啊 盈爱 三能奖爱 居然三能奖啊 哎呦 你看 少奇啊 嗯 你们公司搞的这个小程序 蛮有意思的嘛 最近这个酒店是新开的 然后集团做活动 所以力度还挺大的 是是是 看看 这三能奖奖品是吗 好好好 云木温泉酒店周末两天一晚房券 嗯 温泉酒店 两天一晚 嗯 这家酒店啊 在城南 平时一晚上房费有两千多 两千多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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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喝你看看你看看 我就说平时要多动脑筋啊 多看看书 那不但可以防止老年之类 还能得大奖 啊 对对对 我看明明就是有人放水吧 哎呦 话也不能这么说的呀 你看 那虽然这个活动 是小齐他们公司弄的 但是我和你老爸 那也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 你实力取胜的 对吧老何 对对对 哎 两千多一晚上 我妈从来没住过 就是 这个周末就去 去啊 必须要去啊 嗯 哎对了 这个温泉酒店 是不是要穿游泳衣才能进去啊 泡温泉 需要他们 你看你爸妈多高兴 你们这个活动有霸击 这么容易中奖的话 不亏本吗 我让后台动了手脚 你爸妈的题目比较简单 不是随机的 我就说你作弊吧 不过 为什么是三等奖啊 这样子啊 他们俩高兴 我们俩也高兴 我们俩也高兴 为什么 你这一培训一结束 就直接就回家家里住 这十一点的门禁 怎么能取消啊 哦 小上棋 你心机 上棋 你能不能帮帮我 你也来了 这鬼地方实在打不到车子 我说 先上车吧 这不能停车 谢谢 小心 来 俩人说你要吃面 饿坏了吧 赶紧吃啊 谢谢阿姨 没事儿 俩人说你要结婚了 你看我跟你叔叔 也没有提前准备 给你一个红包 这红包还是过年时候的 不要嫌弃啊 来 拿着 从小到大 我还没收到过这样的红包 挺好的 好好好 我和你爸去散个步 那你们聊 慢慢吃啊 叔叔吧 到底怎么回事 就你看到的这样呗 我不想这么狼狈地去云端 或者回家 就因为你顶了一句嘴 他就把你放在 那么危险的地方不管了 他还是男人吗 好多人还好奇 他赵明轩什么样的女人 找不到 干吗要娶我呢 这些年 我为了他学艺术 学钢琴 去福利院照顾 比我幸运好几倍的孩子 我把他研究得透透的 他一个眼神 我就知道他要什么 时刻按照他的需求 来较准我自己 这种本事 也算无人替代吧 不累吗 总比在麻将馆 当管话强吧 算了 送我回赵家吧 干吗这个表情 那我还能去哪儿 去云端 麻将馆 还是住你家 难不成 你以为赵明轩 会用吧台大叫 来向我赔罪吗 走吧 我们俩送你回去 你怎么回来的 你怎么回来的 肖上齐和和孝元送我回来的 你找肖上齐了 不怕我吃醋 不怕我吃醋 无论他怎么帮我 我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身边 这不就是你最喜欢的 飞儿 飞儿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的聪明 但是今晚 你不该让我认为 这种聪明消失 这样吧 明天你去挑个首饰 就是 就当 给今天晚上赔不试了 好吗 不用了 不过 我有别的愿望 有进步 都会谈条件了 这场婚礼对我很重要 我希望 有我的父母参加 不过你放心 绝对不会给你丢人 感谢女婿给了我女儿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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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帮她这个 做的未来的 未来的 未来的 未来的风雨 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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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风雨 她是好 她的风雨 还不会说什么 我现在要你未来的风雨 她也要你ner 她应该要你 她要她上证明 希望你能促拾她 来 尝尝我的茶 一年四季啊 走哪儿我都待着 这是伴娘 你们分别试读一下 婚礼发言稿吧 我看看感觉 好好好 我在挑婚礼上的父母 你帮我参谋一下 大家好 我是新娘的妈妈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 可是菲儿对我和她爸爸来说呀 远远不止是小棉袄 她是我们心底 最柔软的心肩肩 我们为能够拥有菲儿 而感到满足 四头 姐 他们家一甩手成三十万呢 你这个内内深的呦 那可不是小棉袄 那可是印钞机啊 不行 他们相处这么长时间 也没接她来过啊 对啊 酒吧 姑爷呢 这前十二分钟算了 来干什么 给我们打拔架啊 要见嘛 肯定是请我去他们的新房去见 不是嘛 姐啊 她给菲儿买房子了没 那哪儿了 酒瓶 那 你带我们去新房看看呗 呀 诶 yok